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上一年增加886万 每天增加24000人 平均不到4秒就有1人不如60岁 这是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人口结构变化数据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这是在中国广州的街头随处可见的一幕幕 广州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40万 占整体户籍人口的16.75% 这意味着广州市每100人中就有17位老人 面对同样逼近的人口老龄化 作为领跑全国的重要都市 缓慢的步伐 长长的天桥连续几段近30度的斜坡 对老年人而言并不轻松 尤其像她一样 一手托着重物 一手拄着拐杖 这是我们今天的演员 来自北方城市的齐奶奶 她在广州生活有些年头了 在这里安享晚年的她 如果出行遇到了困难 广州的人们会怎么做呢 齐奶奶今年71岁 拖着今天刚买的水果 要上这座天桥 下座天桥连续准选 在告诉没有什么 堤奶奶的难题呢 来 我帮你撮一下 好 谢谢谢谢 你看 迎面走过停下了 姐姐 你帮手 来 我帮你撮下去 谢谢 谢谢 太谢谢了 迎面的女士直接接过行李车 拉上了小坡顶 这时候有一个考验 这个帮忙的女士会不会等她 如果等她 还有下一段上坡 她等待着 谢谢您了 忙不忙啊您 不忙我帮您上坡 谢谢 谢谢你小妹 太感谢您了 没事 来我帮您上校去 这一次 她搀扶着老人 好谢谢 乱过来了 现在又一坡了 是哪里的 我是北来的 我在广州 给你女儿的 上去啊太吃劲了 好谢谢 来 我这我呢 谢谢 女士让老人紧紧抓住她的手 我这我呢 这可真的有耐性 你多大了 我也五十起 我上前方爷在看活 啊 我方爷在去水 也在越拉钥 身上背一个 后面掺一个 手边还扶一个 一手牵住老人 一手拖着行李 女士其实也不轻松 直接过去来 一定会送夏潮了 这回 夏潮 你趟 下去啊 一点点雷啊 我觉得她可能会一直陪到你 我看有哪一个人 帮你托一下 你着忙是吧 女士似乎很赶时间 得先离开 但显然也放心不下老人 接力棒啊 会有人接受她的托付吗 我这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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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托一下 你好 我忙着你帮你 把阿姨托过去的 不用 不用 快赶了 不用 不用 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来 没事 让你慢一点 请求没能成功 让你慢一点 好好 女士有些无奈地离开 这边 齐奶奶只能自己前行 回头 回头 不放心 拨开人群 我们发现 在奶奶身后 女士关切的眼神 依然停留着 她会怎么做 女士折返了回来 女士折返了回来 这次她迅速将行李车拖了一程 继继续折返了回来 你超忙啊 扶住奶奶 我过来 我约了两点多一点 那你快忙着去吧 自己慢慢走着 看来我送你下去的 这块都没 别赶不上床 你的酒 这个下坡 下坡还好 一点 对 下坡还好 的确是很赶时间 但为了照顾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 女士甘愿放缓自己的脚步 最后一段路程 太感谢了 嘱咐完最后一次 女士终于能放心地离开了 这下她可以走了 奶奶可以用眼睛看到自己的行李吧 你那么点走吧 你把那么去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为了不再耽搁她的时间 我们没有上前采访 就让这一路繁花送别她离去的背影吧 刚才我在看老奶奶在这个 就是繁花四景的这个天桥上走过去的时候 一位是我们的大姐弟 一位是我们老奶奶走的时候 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宿命 我就想 我们有一天一定会也是这样白发苍苍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也会扶我们 那首先我们自己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先去服务别人 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同路人 才能期待我们的道路上有一个同行 怒放的生命 活着我的 苍老的身影 如果一路有人同行 这起起伏伏的人生旅途 至少也能多出一抹亮色吧 都说鲜艳的乐度娟 她只在温乐的季节开放 春天的广州 最不久 远远的 一个小女孩 把手里的东西交给妈妈 她撸起袖子就来帮忙 小小的身体里好像充满了能量 有了妈妈的帮忙 但女孩的眼中还是牵挂着奶奶 她真可爱 这张脸是天使的脸 突然 她放开行李 用肩膀搭住了齐奶奶 小姑娘的眼睛一直都专注在脚下的路 这种使命感 女孩挪的每一步都小心极了 小女孩不敢放松脚下的每一步 你这么扶着奶奶 你累不累啊 不累 小手也一直没敢松开 你外头多大了 多大了 我外头啊 我外头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我妈妈都很累 你妈妈多大四十 八十还是十八 咱们那小姑娘的身影啊 在屏幕上看起来就是一朵 特别灿烂的花 小小花 看着这样的背影 老去 好像也很美 奶奶给你拿点吃的 你不喜欢吃零食 母女俩坚持把齐奶奶送到了公交站 好 谢谢你 没事没事 这是齐奶奶发自内心的谢意 小女孩只好折返了回来 太周全了 她可不是回来为了这份感谢 她回来还是因为心疼老人家 她是为了让老人家安心 不过第一件事 是将奶奶的拐杖 悄悄拾了起来 拿着齐奶奶送的水果 小女孩有些害羞地离开了 最后 节目组将真相告知了妈妈 但对孩子 我们隐藏了这个秘密 做得好 做得非常 就让今天的故事 和那满桥的乐杜娟一样 悄悄地 盛开在小女孩的心底吧 对啊 别告诉孩子 留在若干年之后 她自己重新再看 我们今天给她记录下来的视频 看看她当年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她做的一次完成 我倒不担心小姑娘说 人生里边只有这么一次美和善的体验 以她的这种行为习惯 和她妈妈的对她较量来看 她真的可能是助人为乐 是习惯的 然后是属于那种 把美和善意的花朵 在一路播种的那样的小姑娘 你看啊 在这个乐部间盛开的天桥上 一个银发的老奶奶 一对母女 不觉得她们是一个生命的轮回吗 就是刹那之间的镜头 就是浓缩了一个人的一生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当我们成年 存了一个母亲的时候 当我们作为一个母亲 将来有一天会老去的时候 人生最重要的三个篇章 浓缩在一个天桥上 从这头到那头的天桥 就好像从这头到那头的人生 生命的轮回 美德的传承 好像都流转在了这座天桥上 当老龄话 迈着沉重的步履踏上天桥 广州人的双手早已准备好了 就有人伸出了有力的大手 她将齐奶奶的行李送至了坡顶 您忙就先走吧 就在女士微笑离开之时 一名身穿制服的女士 也是直接拉起了行李 是环卫工吗 我看不清楚 一直将行李车送至桥下 她返回 掺住了齐奶奶 直至此时 我们才看清女士的这一身制服 这是广州环卫工人的工作服 在哪儿上班呢 孩子 我就在对面这里 刚刚说过来上班 你剩几个小时呢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啊 还好 谢谢你 花影的硬尘下 桓卫阿姨小心翼翼地 搀扶着齐奶奶 你去哪里呢 我去云南的 云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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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广州的还是不错的 当务你了啊 不好意思 没错 这广州的关键放下 阿姨准备心里有多意义啊 你来得行啊 上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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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个就给我停下 我把你放下 就我就放不了你了 你就慢慢走啊 精亮的嗓音 好好好 因为我也是赶紧上班 好好好 爽朗的笑声 好好好 几点了 几点了 两点了 两点了 对 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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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 哎呦 她不好意思了 耽误你了呀 这个来自花城云南的 桓卫阿姨 正与另一座花城 广州 发生着一段 如花般美丽的故事 告别了齐奶奶 桓卫阿姨一路奔跑 消失在了花丛间 再见到她时 她正穿梭在繁忙的马路上 清造着城市的落花与落叶 一座城市美丽的背后 总是离不开这些默默的身影 同样 一座城市文明的背后 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真诚的付出 我们非常欣赏的美丽而灿烂的乐子娟 是她每天很繁重的工作用的事 但我特别特别喜欢看这样一段镜头 她在整个桥上做了一件很感动人的事情之后 我们的下一个镜头是她真实的工作状态 她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镜头 然后举手之劳的做了一件 其实非常美 她是要帮助了是吧 自己给一点 我看着她走路都很困难 还偷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帮一下了 怎么说了就是小事 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 可是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界面 从来都是以小见大的呀 或许只有回到那份最质朴的情感 才最能解释这件平凡的小事吧 不是个红围啦 是吧 也罵不得 如果在外面像这个样子 也罵不得 要别人也给她一点帮助 是吧 让她们拉着一点 不得稍微好一点 自己父母真的也挺年老的 谢谢 阿姨谢谢 希望她的爸爸妈妈 能在电视上看到 今天她在异乡帮助了一位陌生的老人 将来自己家乡的老人 也能得到他人的眷顾吧 天涯共四十 彩云之南 鲜花之都 只有美能跨越距离 他们都说了 也许有一天我老了 我也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 或我的爸爸妈妈老了 在她乡 也有别人这样对待她 所以人类是有一些东西 它真的是共通的 那种对善的向往 对于这种爱的传播 这种美好的力量 就像我们那个乐度鲜一样 它在地底下是生根发芽 你看到上面的花树 开出来那么美 但是它在底下的根枝 不将是连通的 因为怀着一样的牵挂 于是每个人都拨下了善意的种子 在春天 它们和这满桥的乐度鲜一样 向阳而生 花红似火 如果每一个老人 都能收获一粒这样的花种 静静老去 又何尝不是一件令人安稳的事情呢 就像这样的一幕 这个男生捣着身子 陪着老人慢慢行走 你扶着吧 我扶着我拉你 太谢谢了 谢谢啊 它缓缓拖着老人 你这样太不舒服了 阿姨太不舒服了 没事 这个帮助老人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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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老一生 幽幽的脚步 一言一语 闲散的聊天 奶奶太高兴了 喧嚣的天桥 此时到天了几分 宁静之感 好样的 人生就得有这个理想 奶奶太高兴了 你给我送到这就行了 人生路途漫漫 一生步履不停 年少时的梦想 年少时的盘山 给我送到这就行了 给少年人鼓舞 年少人就得有这个理想 给年老者扶持 你扶着拉我 扶着拉你 慢走啊 祝你成功 长长人生路 才会一直如花翻生吧 老奶奶最后 在年轻人已经转身走的时候 她大声对她说了一句 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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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老人的祝福 我非常觉得年老 是一种很神圣的事情 她已经走过了 我们未曾藏过的 酸甜的苦达 全部从炫耐归为了 平凡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用她已经完全浓缩了的人生的 精华给你兴兴的祝福 但我觉得年老是很神圣的 很有尊严的 而且很美好的 目前中国有近一半的老人 属于空潮家庭 而这些空潮老人中 有四分之一的老人 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 于是 我们偶尔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如何排遣空潮老人的孤独 作为陌生人 我们能做些什么 接下来 演员祁奶奶 将继续协助我们的观察 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 当一位孤独的老人 请求与你拼桌吃饭 美女好 拼个桌 我肯定美女拼个桌 之前阿姨做也好 拼个桌 就是有点孤单嘛 出来看着你们年轻人 阿姨就想跟你聊聊去 而目的 只是想和你聊聊天时 你会怎么做 其奶奶首先进到的是一家甜品店 餐厅里其实有不少空位 但孤单的其奶奶不想一个人用餐 她要找人拼个桌 聊聊天 会有人理解她的请求吗 两个女孩一直有说有笑的 其奶奶很想融入她们的话题 美女好 谢谢阿姨做 听个桌 好 谢谢啊 她们一睡都没问吗 她们没睡那空的地方多着她 她们后面那个桌子就是空的 你看 两个女孩竟然毫不意外地 接受了其奶奶的加入 你用吃这个吗 对 我就爱吃这个 甚至很主动地聊了起来 我们在深圳 在深圳呢 对 出来做出差 我就在前面料店里做活动 当其奶奶说明拼桌的来意 阿姨看到你们我也高兴 我们孩子都大了 那我孙子啊 孙女啊 人家都上班了 都上班了 我一看到你们都挺亲密的 一个人呆都孤单 吃饭也要找个 我爸觉得 吃得嫁一点 是这样的 我们也这样子的 两个女孩表示出特别的理解 挺有缘点 就觉得自己孤独 你们别嫌我老子就行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做税也不可以 而面对陌生的老人 请求拼桌用餐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我们进行了很多组这样的观察 你吃我的事 阿姨就是可以请个多 我喜欢给你们年轻人的这一集 有人对此很诧异 男孩子觉得有一点点尴尬 有人表示没时间 这个男孩太专注于食物了 我肯定没你这个桌 你不介意吧 没你 有人不太想理睬 但当老人说清了来意 就是有点孤单嘛 出来看着你年轻人 阿姨就想跟你聊两句 年轻人们都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红衣女士主动和齐奶奶 聊起了自己的父母 你爸妈多大年纪了 我爸妈 还不到六十 还不到六十 万分年轻 年轻和身体可能都没有 你能这么硬啊 以前那时辛苦嘛 做得太多 所以我老家的老更多 辛苦嘛 最后再请你笑 真好 看着孤单的齐奶奶 女士也联想到 独自在家乡的自己的父母 哎呦 动感情咯 感同身受啊 一股蛋了就出来溜达溜达 晚上去学学 看一看那跳广场舞 他忍着没哭 不知道出门后的他 会不会抽个时间 给父母拨一通电话呢 而这个说着没有时间的男生 他忙了一整天了 你下班了呗 吃晚饭来了 吃中午饭 吃中午饭呢 要这么忙啊 已经到了晚餐时间 他才匆忙地在这儿吃两口中饭 我工作要到处讨厌 讨厌 学家还要做 还要工作 是忙得喘不过气的一天 但听到老人有了难题 他主动提出送老人去地铁站 从这儿到地铁站 需要十分钟 男生忘记了自己的疲惫 一路上 他带着齐奶奶辨识路线 他还和这个孤单的老人 有了一个小小的约定 无论什么人 反正老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 反正做朋友也没关系 不知道在许下这个朋友的约定时 他是否也想起了家中的老人 还记得这个 对齐奶奶过来拼桌 一脸不解的男生吧 别孤独出来了 找人就要聊聊天 知晓了老人的心境 这个男生给齐奶奶想了个办法 你要找女生 四瓶的男生 你咋找 他教会齐奶奶 如何使用微信视频 学会了这个 老人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至少能通过科技 拉近一点点吧 如何陪伴一位孤单的老人 每张餐桌上的年轻人 都在竭尽自己的努力 两个女生照顾老人吃甜品 老太您这 你好 谢谢 这对情侣 邀请老人喝粥 还有这两位 他们陪着老人 有说有笑 老人现在就是这样 孤单寂寞 妈妈在家呢 也就没有人陪 也没人陪 经常打个电话 试试平是吧 对 然后 家里来 不用啊 你叫我奶奶 我都七十多岁了 来 见了你就亲 太多了 不用不用 叫嫁去 嫁去 没事 我也是没事 他们相互分享食物 他们也教着老人 使用手机食品 他们甚至掏出纸笔 要给老人写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两个年轻人很耐心 然后右下角的加号 点右下角加号 右下角加号 是不是十字 十字 字很大 步骤很清晰 还谢谢你呢 没一个 第三个 然后给你画上了一个符号 是个这样的 他甚至画上了一模一样的图标 然后是个这样的 他有两个选项 我要电人的 要电人的是上面的 一个 是上面的 对 上面选项 上面 选项 是视频聊天 好好好 视频聊天 你点一下试试呢 这个操作指南 真是非常的详尽 从文字到图标都出来了 就是两个人到现在为止 任何一个都没有表现起不耐烦 而且乐在其中 两人解释得非常细致 谢谢 谢谢美女 看清流量 这并不是他们的长辈 这张餐桌上 他们原本并不相识 他们也一样 只是和老人 共用了一张桌子 只是共享了一顿饭的时间 在这个孤单的老人身上 他们看到了什么 父母的话 年龄大了 本身也经常不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我也有奶奶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陪 如果是你自己家的 比如说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这样子孤单的话 你一想到你肯定会觉得 就心里不舒服啊 就心疼啊 可能是因为 就是想到自己奶奶吧 我奶奶也是70多 然后 自己在家都没有陪 她 觉得对她不是好 所以她会觉得 你对不起 你觉得奶奶 每个人都在一张餐桌上 看到了自己家人的影子 当我们观察 是否有人关心 一位孤独的老人时 我们却发现 这样的观察本身 更像一个提醒 它提醒了 每一个在外的年轻人 该想想 家中的老人了 你会怎么坐在这一集里面 把分出在不同时空的 两份寂寞已久的感情 让他们在海珠去 喜相逢 其实我在看到 后面的镜头的时候 满脑子全是我自己爸爸 妈妈的影子 我是去年的时候 生病了 做了一次手术 我手术的时候 我妈陪我去做检查 然后我坐在椅子上 然后我身体很趋弱 然后我妈就站在我边上 让我靠在她身上 她是站着的 然后我是坐着的 然后我的头就靠在 正好是靠在她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哭了 我说那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 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但是我妈妈已经老了 隔着衣服 我能感觉到 肌肉已经摔老了 她的腰也摔老了 隔着衣服 我知道那种生命里的流逝 靠在我生命出发的地方 在我被她孕育出来的时候 在她的子宫里 我就听着同样的心跳 感受着同样的血液 流动的声音 我妈妈七十岁 但是我们在这一世的缘分 显然已经不会很久了 虽然那时候病得很重很难 还是很疼 但是我特别希望 这一刻是永恒的 所以那些 那些突然之间 就在这个 苍老的奶奶面前流泪的 他们刹那的感受 我们都完全明白 因为那是我们的根 那是我出发的地方 那是你也是我们 想要的胸口 生命像是一个轮回 我们目睹上一辈的老去 在经历自己的衰退 人生像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着别人的故事 也回想着自己的经历 衰老 每一个生命都要抵达的地方 如果人生旅途的每一段 都有这样的鲜花 每一站都有这样的慰藉 好 好 好 谢谢 对 谢谢 那么 每一次生命的抵达 都会像广州一般 温暖如春 老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本节目是由 PPMoney理财独家冠名 关注官方微信号 PPMoney理财 就有机会来赢得万元理财金 我们的节目呢 还有旺仔牛奶 联合特约播出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 来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还可以通过 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 雅可新闻客户端 了解更多的项目资讯 朋友们 下周跟你说